为了协助花莲走过正后低潮 台中市南区区公所在日前 就特别由区长李美丽率团抵达了花莲市 而市长魏佳燕是亲自接待欢迎 期间他也代表了花莲人民 感谢台中市卢秀燕市长 明镇局以及各区区公所 共同响应振兴花莲 为了协助花莲走过正后低潮 台中市政府在市长卢秀燕的号召下 以实际行动力挺花莲 鼓励各界9团前来刮摩旅游 并在明镇局及各区公所 每合下陆续出团达到百团以上 而日前台中市南区区公所 也在区长李美丽的率队下 抵达花莲市 两天一夜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来了解 我们花莲因为花莲的这个效率 非常的高 遭遇到这个地震之后 在整个这个环境啊 卫生啊也都回复的很快 然后也进行了很多相关的清洁的作业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些环境的教育 然后了解花莲在重建方面 因为是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学习花莲的经验 然后对我们台中市 我们南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啊建设 能够有一些彼此可以互相学习 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不管是哪个县市的朋友都可以运用这个暑假 因为暑假也快来了 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机会期间 可以到花莲来走一走看一看 公所除了以简报方式介绍各项业务 市长文佳燕也亲自出席接待欢迎 感谢他们共同为促进花莲地区经济复苏而努力 那我们这边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卢学院市长 在上个月他有捐赠了一笔非常回数 非常巨大的一款向给花莲県政府 再次的感谢我们卢学院市长 那他也承诺未来在暑假的这段期间 也会跟所有的不管是社团或是协力的一些单位 都请他们来到花莲旅游观光 那真的非常感谢卢市长 来自台东的立法委员黄建兵也特别出席交流 他表示花东一家亲 花莲在零四零三地震后还在努力复原重建 未来会持续为台东与花莲寻求合作机会 一起推动东部旅游的振兴与发展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